10月22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截至9月,美国的财政年度赤字为2.77万亿美元 而2020年的峰值为3.1万亿美元 这两年的赤字直接反映了数万亿美元的政府支出 用以抵消疫情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拜登政府周五表示 截至9月22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9月30日的预算年度 2021年的赤字比2020年减少了3,600亿美元 因为经济复苏增加了收入 有助于抵消政府在疫情救济工作中的支出 2021财年,美国政府削减赤字的工程来自个人和企业纳税 仅企业所得税这一项带来的年度政府收入 就比2020财年增加了1,580亿美元 增幅高达74.8% 个税则是最大的一块政府收入 贡献了2.052万亿美元 较上财年增长4430亿美元 增幅27.5% 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 今年的缺口为3万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10月21日宣布 美国将取消对来自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的产品征收的惩罚性关税 根据协议6个国家同意从现有的数字服务税过渡到新的多边解决方案 并承诺通过建设性对话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美国同意放弃对上述5个欧洲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 欧洲国家将暂时保留激怒美国公司和政府官员的数字服务税 如果新的全球税制在未来两年内生效 那么这些国家将提供税收抵免政策 实际上等于退还科技公司在全球税收协议提前实施情况下超额缴纳的税款 该协议结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端 重塑世界各国对跨国公司的征税方式 预计世界各国领导人将在10月30日至31日 与意大利罗马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批准这一计划 10月21日 美国知名演员亚利克·鲍德温在电影《铁秀》片场拍戏时 因道具枪走火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新墨西哥州圣达菲县警长办公室证实 鲍德温在当地拍摄电影期间使用了道具枪射击 致使42岁的摄影师哈利纳·哈钦斯身亡 48岁的导演乔尔·苏扎在事故中受伤 没有人在事件中被捕也没有提出任何指控 鲍德温22日在推特上发文称 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他的震惊和悲伤 他正在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 以查明这起悲剧是如何发生的 在阿富汗延东将至 人道主义形势日益严峻之际 欧盟10月22日通报向阿富汗援助于28吨医疗物资 并计划在未来数周追加援助 据欧盟委员会当日发布的公告 援助物资包括手术设备、药品等 已游一架由欧盟承担费用的人道主义空中桥梁航班 运抵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随后将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 向阿富汗救助对象分发 今年9月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 除非采取剪辑措施应对当前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 否则2022年 阿富汗97%的人口可能沦为贫困人口 中国商务部10月22日印发 十四五利用外资发展规划 十四五期间 中国将在法律、运输、金融、信息传输、教育、医疗等领域 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主路限制 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推动放宽外商投资法律、运输等行业 业务范围、人员资质等要求 稳妥推进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金融领域开放 稳步深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放宽优质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条件 在压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方面 规划提出 持续推进制造业、服务业、农业扩大开放 逐步放宽外商投资股比限制 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 在持续减少市场准入限制方面 明确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减少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领域准入许可事项 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